哈喽大家好 今天就由我Jaden来大家看一下上个星期在车谈的重点新闻 第一则新闻也就是 Mercedes-Benz A35 Sedan AMG 车型 会在马来西亚以本地组装 CKD 方式来贩售 根据我们看到一些网络的一些销售员 他们已经表示了这款 AMG 会在马来西亚 CKD 本地组装 导致我们已经非常确定这款车即将会在近期内 在马来西亚发表这个本地组装版本的 A35 AMG 车型 讲回这台 AMG A35 的一些动力数据 它是采用一个2.0 的涡轮增压引擎 它是匹配一个7D transmission 而且它是有4Matic 的四驱系统 它整体是非常灵活非常精准 也是非常的快的 虽然这款车它是一个最入门的 AMG 车型 但是它一点也不输其他的钢炮车型 它的速度 精准性还有它操控都是傲视同级别车款的 再来就是售价问题了 因为之前我们这款2019年开始贩售的 AMG A35 车 它开卖是349,000 令吉 而在这个 SST Accenture 过后的价格它是336,000 而我们相信 CKD 本地组装 因为这个税务还有shipping 的问题会导致车价会更加便宜 而我们预算它的价格会在300,000 左右 你怎么样看 你这样的配备 你这样的动力 在这个价位来讲 是非常的有吸引力的 第二则新闻也就是吉利在中国发表了他们的全新的 1.5 四缸 涡轮增压引擎 而我们早前已经收到消息 说这个 1.5 的三缸涡轮增压引擎在中国已经放弃了 而取而代之就是这个 1.5 的四缸全新涡轮增压引擎 而最近啊 吉利在中国也是宣布了他们一些动力规格的数据 所以我们得知啊就是它这个缸内直喷的技术是拥有 350bar 的 它非常能够有效的提高它的热能效益 先来说说这个 350bar 的缸内直喷技术啊 它能够有效的降低这个雾化在缸内的这个效果 而且它能够降低排放 提高油耗 而且降低那个噪音 再加上这具引擎是有这个电控卧轮系统 它由于我们一般上的卧轮增压引擎 它都是用这个废气来推动那个叶片的 导致我们俗称大家都会说的 Turbo lag 而如果这个具引擎是使用这个电控卧轮系统的话 它能够用电力来推动这个叶片 导致它能够100%的Avoit掉这个Turbo lag 由于这具引擎啊它是具备这个电控卧轮系统啊 所以非常有望这具引擎是匹配一个48V的轻度混合系统 导致它的综合马力是有178hp的 而且是达到了了290Nbps 比起三缸的高处不少 但是啊马来西亚的Proton车款就和这具引擎就无缘了啦 就是目前在我们我国贩售的X50 所有的引擎都是那个3缸的1.5温轮增压引擎 而在未来我们即将会发布的X70小改款 都是这个1.5三缸引擎 你们希望这个全新的1.5四缸温轮增压引擎啊 出现在我们的X50还有X70车上吗 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讨论 第三则新闻也就是Brodua D27A MPV车型 也就是Brodua ELSA的继承车款啊 我相信马来西亚大众对这款车非常的关注 但是Brodua的保密功夫做得非常的好 到现在我们任何的配置还有车型规格我们都拿不到 再加上任何的间谍在我们也没有拿到手啊 所以这款车我们在最近的Social Media 已经有销售员在网上开放预定了 已经曝光了一些配备还有规格的一些车型等等的一些资料 我们今天就来分享一下D27A的一些规格 首先这款车是有三个车型的分别是X H还有FV 这一点就和Activa有点相似 而价格啊就是从69千起跳 而我们相信每一个车型都会有5到6千的起跳价格 所以顶级车型都会控制在80千左右 After这个Activa过后啊 这款D27A MPV将会是Brodua拥有最丰富配备的一个Brodua车款 而有一些配备就是第一次出现在Brodua车款 也就是首先就是这个电子刹车 Auto Hold 还有Electronic Parking Brake的功能 首次搭载在Brodua的车款 第二个我觉得对于我个人来讲是更加重要 也就是Android Auto 还有Apple CarPlay的系统 我们再也不用再用那个很难用的Mirror Link功能了啦 我们终于可以看到Brodua车款有这个Android Auto的功能 而内饰设计啊大家都可以参考这个外国版本的Torda Advanza 都会有非常接近的一个内饰设计 其实它很多用料还有很多的设计还有很多的配备啊 都和这个Activa非常的相似 像是这个Meter 这个Gearnock 还有这个Dashboard的设计都和Activa有点相似的 我们来讲一讲这个Brodua D27A MPV的一些三大件的规格 分别是它采用一个全新的DNGA B的platform啊 要注意的是 这个platform是和Activa是不一样的啊 而且这个底盘是主打低重心高刚性还有操控更加好 这款车我相信它来到马来西亚会更加的领结比起上一代好开很多的 而且再加上这一具引擎它是采用一个1.5 Dual VVTi的引擎 匹配一个DCVT牙箱 这一点就和Brodua Myvi的动力组合非常的相似 它能够提供105PS 还有138Nm 0到100就不用看了 因为它是一个MPV车型了 你会入手这款D27A MPV吗 欢迎在下方和我们一起讨论 第四则新闻也就是上个星期BMW在全球发布了他们的小改款3 Series车型 这一款我们可以看到外观还有内饰上BMW都进行一个他们家族式的全新的设计语言 外观部分啊 这款小改款的3 Series来讲啊 对于一个小改款车型来讲已经是变化很大了 首先它的头灯组是采用全新的设计 它采用一种The Ballet 了的L shape的一个设计啊 而这个设计就和它大哥5 Series有点相似的 而且为了这个配合这个大灯啊 它的Kidney Grill 也就是进行一个重新的设计 变成更加的长了 而且它整体的保感更加的饱满 它的立体感更加十足 因为它从以前的4体式变成6体式 它非常多的菱角 导致整个车头很有视觉冲击感 而车尾方面啊它都是采用和前面都是蛮相似的 都是一个比较宽 比较立体的一个Bumper 尾灯方面它是没有进行任何的改变 都是这个3D的尾灯 下方部分还有双变单出的排气管 导致整辆车非常的Spotty 非常的运动化的 而这辆小改款的3 Series最大改变就是它的内饰 它的内饰已经进行一个全形的设计 全形的改变也就是采用一个12.3寸的全液晶仪表 还有14.9寸的触屏主机 这一点就和我们早前看到的BMW RX一样的东西哦 再来这个3 Series已经放弃了那个鸡腿式排挡杆 换成就是这种拨杆式的排挡杆 导致它这一点就和很多的电动车有一点相似 非常的未来感 也非常符合现代车 Less is more的设计理念 而三大件部分它也是没有进行任何的改变的 包括同样采用这个CL AR的平台 也是同样的B48的涡轮增加引擎 所以这款车在动力组合上是没有任何改变 也没有有益出这个48Mal Hybrid的系统 所以这款车的车型320、330还有330E的车型都会依然保留 这款小块款的3 Series会在7月份2022年在全球发布 而来到马来西亚的时间应该会在一年后就是2023年 因为在我国贩售的3 Series都没有来到3年了 所以这款车来到马来西亚应该会在2023年的年中 而价格就要等原厂公布了 而最后一则新闻也是World War Malaysia在我国宣布了 他们旗下所有的PHEV车款 都会进行一个升级 也就是从他们电量会进行一个升级 也就是从45的续航里程变成90公里的存电续航里程 而他们的动力组合也是从407hp 变到462hp 这个动力总成能够升级是归宫于它的电池容量变大了 从11.6kW变到18.8kW 从原本的一个88hp 这个电池能够提供现在能够额外提供到一个145hp 变成这款车它综合输出已经达到462hp 从以前的407 高出许多 但是这款车它电子线数只有180km per hour的 这一点就是World War Safety First的一个概念 而这款车在设计上无论是外观还有内需 都是没有进行任何改变的 而价格方面肯定动力上增 电池组提升 肯定有一个上涨的空间 但是上涨多少 就要等原厂公布 而World War Malaysia已经在2022年5月1号开始公布 说这个XC90 XC60还有S90还有S60的PHEV车款 会已经得到这个升级 但是到现在我们都还没有看到任何这个升级车款 也没有拿到一个正确的一个规格 也没有一个价格表可以给我们看到 所以这款车我们相信 World War Malaysia要进行他们 之前的一些车款 进行一个轻货的活动 所以大家如果对现款World War车款有兴趣的话 不妨可以去showroom看看 应该会拿到一个蛮给力的优惠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 美洲360的一些内容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点赞分享出去 我是Jaden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